好了解完折射之後 我們要跟各位談到折射定律 光從甲介質進到乙介質就會發生折射 只要是折射都會遵守折射定律 折射定律有兩點 第一點 入射線、折射線跟法線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線跟折射線在法線的兩側 這個會考圖 畫一個折射就在同一側 是錯的 再來另外一側 這位考試這位考 畫圖為你說這圖對不對 OK 下一個比較重要 就是角度比較大的 入射角跟折射角的 角度比較大的代表光速比較快 這在高中會變成一個數學式 叫做折射率 我們國中沒有計算 我們不需要管折射率 我們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角度如果比較大代表什麼意思 光速比較快 代表光速比較快就可以了 OK 角度大代表光速快 然後就會扯到光速 那你就回到我當初你背的事情 什麼事情 光在光的速度 光在界子的速度 真空大於空氣大於水 玻璃就有用到了 做用到了 OK 好 一樣 明詞解釋 啥叫做入射線 跟那個反射定律一樣 入射光的前進方向 入射線 好 同理 什麼叫做折射線 反射線 叫做反射光的前進方向 折射線呢 折射光的前進方向 折射光的前進方向 好 所以入射線 就是入射光的前進方向 反折射線就是折射光的前進方向 OK?意思一樣 那法線呢?跟那個反射定律一樣 什麼是法線?記得嗎? 什麼是法線? 垂直的線 講過了 物理用法這個是代表垂直 法線就是垂直交界面的線 就是在那個撞到那一點垂直 垂直交界面的線叫做法線 好 法線 OK? 啊 什麼叫入射角? 反射定律什麼叫做入射角? 反射線跟法線夾角 那這裡怎麼樣? 對 入射線跟法線夾角叫做入射角 這裡怎麼樣?一樣 什麼叫入射角? 入射線跟法線夾角 這裡 好 入射線跟法線的夾角叫做入射角 因為我們國中沒有計算 所以這裡就不會提到角度 只會看到不會提到角度到底有多大 只會看到它有大還是小 是到光速快或者是慢而已 但是我不會 它到底30度還是20度我們就不重要了 我們因為我沒有計算題 所以不會有確實幾度的這件事情 但是有大跟小的問題 OK 入射角就是入射線跟法線夾角 那什麼叫折射角? 同理嘛 什麼叫折射角? 折射線跟法線的夾角 折射線跟法線的夾角 叫做折射角 叫做折射角 OK 了解每個名詞的意思 跟前面的反射定律一樣 了解每個名詞的意思 然後呢 有人呢是用這個講法 就說偏向法線或偏離法線 如果從快戒值進到慢戒值 折射角比較小 角度小就靠近法線嘛 所以我們就考試會寫什麼? 偏向法線 它會偏向法線 那如果角度變大呢? 就怎樣? 偏離法線嘛 從慢戒值進到快戒值 折射角變大就會怎麼樣? 偏離法線 所以有的時候 考卷上題目寫就是偏向法線 或者是偏離法線 偏向法線或是偏離法線 好就是 這一種說法 那 講過了 角度越大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 光速就會 越快 那所以剛剛跟你講過 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計算題 所以偏射角是幾度不重要 但是會有大跟小的差別 就跟 路射角跟偏射角是比 看誰比較大 角度如果越大代表什麼意思? 光速會越快 那如果是 同樣的路射角 誰越偏離法線 偏向法線的光速就會 越快 這是考試的題目之一 這考試的題目之一走到這種 看誰最偏離法線 代表誰的光速會最快 所以 這就是我們要了解的事情 要了解的事情 那所以 這個圖 左邊是從水至到空氣 速度會怎樣? 變快 所以線是怎樣? 偏離法線角度變大 右邊的圖是從空氣至到水中 速度會變慢 所以就會偏向法線 角度會變小 會變小 就是考試考這個 考試考這個 畫一些角度問你誰光速快 慢 看角度就知道了 講過這種情況下 這種情形有沒有折射的現象 沒有 垂直入射的時候 垂直入射的時候 然後是沒有折射現象 垂直入射是沒有折射現象 就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跟你說明一下 有關於折射定律 重點就是那句 入射角跟折射角比較大的 代表什麼意思? 光速比較快 光速比較快 就是我們在這裡索取的內容 OK?